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是来亲口给你说声谢谢 你爸的钱我不能要 从今天开始 这间办公室你的了 第二 两年的主持人合约 所有待遇跟方欣然不相生下 第三 你想要做得一口不同声 马上上马 只有你愿意 拽了这一大圈看来看去 只有这个展家包 能让咱夜仨凑在一块儿 跟你说个秘密小小 那马小微已经欠咱们公司了 那可是咱小麦网一条路的 名人之行 小麦网要搞一个直播平台 马小微是其余艺人 两周前签的合同 你 你想想啊 你这么一个外人 怎么跟这么一个内人竞争啊 展昭他们就是陪恋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内定的冠军 马小微 这就是游戏规则 唱歌的签约 现在唱歌跟马小微一样 都是我的人 初心积虑地让唱歌 劝展昭上节目 再当炮灰 这都是你安排的吧 那唱歌知不知道 你早就签了马小微 当然知道了 正没有损干任何人的利益啊 你把东西拿回去吧 被你发现了 那个 这个呢 是马卡龙 这个是我 以后别往这儿挂篮子放东西 干吗呀 展昭 我能问问你 你为什么不理我吗 你不是签约新节目了吗 好好干 我呢 也帮不了你什么了 加油吧 就因为我签了何时的新节目吗 展昭输了比赛 那是节目规则 跟我没关系 我在看到那个合同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何时内定了马小微做冠军 展昭被算计 我心里也难受 因为我无形中成了帮凶了 我没说跟你有关系啊 那我什么都没做错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 我就问 好吧 你现在已经成长了 可以单飞了 我很欣慰 再说了 我们俩没必要绑在一起 我没有要单飞 我需要你 我还要 让你给我看看这个新节目 我还没说完呢 你现在成长了 可以单飞了 我很欣慰 但是 我很累 再说了 我也跟不上时代了 我想歇会儿了 你跟不上时代 许你影像这么潮的事情 只有你这种潮人 才能想得到 你能不能独立自主一点 我不能独立自主 我就要拉着你 我明天就跟何时书 让他聘你当顾问 不要跟我提那个人 我跟那个人 不在一个频道上 好吧 心情不好 那我先不跟你聊这个 等你心情好了 我再找你 这么美的马卡龙 吃吧 拿过去 自个儿吃吧 没有啦 还有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请你不要到这个院里来 你是个大姑娘 不要那么随便 我不能打我 你朋友 你帮我成为你 你帮我成为我 你帮我成为你 你帮我拖你 你帮我成为你帮我 你帮我成为你帮我 干嘛呀这是 还专车接送啊 美的你还专车接送 我路过 路过 干嘛呀 八点半你就路过了 上车吧 你干嘛 别动我交通工具啊 跟我玩霸道是吧 来都来了 你还能让我们空车回去啊 来 你这身体够强壮的呀 小心点 你最喜欢的 加热过来 给 你最喜欢的 加热过来 什么情况啊 无视谢殷勤 今天阳光挺好的 比一大清早的 就让我心里没底啊 你现在是我的签约主持人 我说了 待遇一定要上去 我还准备给你租套公寓呢 别别别 谢谢你啊 你就是租了公寓我也不会住的 我被求养惯了 你自己昨天电话里说 说你被展大鹏弄得不高兴 我这不是安慰了你吗 他不帮我心里真的没底儿 你都不想做这个漂亮宝贝了 这都怪你 你的做法惹怒了他 还牵连了我 我不是已经在尽力弥补了吗 不然你以为我 跑那个胡同干嘛去了 你不可能去向他道歉吧 当然不会 不过 我是换了一种方法 我 我是换了一种方法 来事干什么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你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你 走啊 展先生 这么巧啊 一大早的把车怼在我们家门口 这叫巧啊 哪儿巧啊 这是展府啊 不是让你去唱歌家门口吗 怎么搞的你 好 不是您说唱歌住他们家 胡说 我怎么可能说这话呢 唱歌一个大姑娘 住展先生家 合适吗 不好意思啊 展先生 这司机不太会说话 叫唱歌啊 里边那一步 好 谢谢展先生 打扰您了啊 对了 唱歌跟我说 您很看好他 说 他现在已经成长了 不用你指导 已经可以独立自主 甚至可以挑大量了 谢谢您对他的鼓励 我去接唱歌了 他还放言说了 非常不看好我们的节目 我说 你都不知道我们做什么 凭什么不看好我们呀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现在方检然不在 就凭你来挑大量的话 做什么都没心 观众的新鲜度一过 到最后认的 还是方检然这块金字招牌 他真这么说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呀 原话不是这样 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这些 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愿意 答应帮你呢 诚哥 我跟你现在面对的是 同样的困境 拴在一根绳子上 如果说现在离开了方检然 我和你做不出 一档好节目的话 你想想他们会怎么来 笑话我们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惨不 你真的只愿意 谈话一线吗 我这店是名店 少于二十万不卖啊 我这生意你看看 你看看我这生意 你买这个 你是剪着了 来 干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各位 什么好消息啊 我 把展爷之前那个小店的店主 给搞定了 那不是开着火烧店的吗 你别看那个火烧店 挺能瞎诈唬 其实经营不善干不下去 想脱手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去了 咔咔一谈 答应低价转让给我们 还能设账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展家猫原址开店 很有意义嘛 可是他那个店面 造得很厉害啊 必须得重新装修吧 对啊 装修啊 装修的钱从哪儿来啊 你说我那么多设计 那么多想法 这不能埋没了吧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有没信心 有 大帮也换 yap helper 来 doing 好 你 嘿 온 好 一 Khal banner 美与 前ía 吴 水 水 又 有一块单瓶 当在我中间 每一次翻阅它 只因为听见 我要走 我要不停地走 不停止地向前 抬头是尊严 每颗心都有一个护盘 生命啊你真灿烂 平静难耐 不记着释怀 像凡人活着 不减少了爱 无需把眼泪 当在胸旁之外 你若看见 不要擦干 让它流满面 我要走 不停地走 不停地走向前 再有十分野 每个心都永远 每一只月一只灿烂 张家锋 开演了 平静能耐 不记着释怀 像凡人活着 不见少了爱 不见少了爱 不许把眼泪 躺在胸旁之外 是你若看见 是你若看见 是你若不要擦干 让它流满面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 好 你没话跟我说 我也没话跟你说 你们开健包店的事 为什么不叫上我 你是能出钱呢 还是能出力呢 我起码是可以 从精神上支持你们呀 虚得没有 好 那我再问你 你是不是特别 不看好我的新节目啊 一直找各种理由 其实就是心里觉得 我根本没有资格 独挑大梁对吗 可能吧 从现在开始 我不用你管 我要抓住机会 自己野蛮生长 我让你看看我 到底行不行 好 这是我能证明 自己最好的办法 再见 喂 喂 叫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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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 你是真的吧 啊 啊 你回来了 怎么不上去啊 在底下等姐姐呀 钥匙丢了 丢了 哎哎 丢哪儿啊 行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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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子去哪儿了呀 这不是回来了吗 还问 那我总该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别瞎打听 那没做完的节目 别提录节目的事 那 不说就不说 我看楼下你的行李箱上 那个牌牌上写着 M L E 嘎嘎嘎 我猜你是去马尔代夫了 没错 我去那儿待了几天 想了想过去的生活 没事 我很好 很好 是很好 就当出去赌个假嘛 是吧 你先喝着水 姐去给你做手抓饭 咖喱的 我不吃 姐 谢谢你帮我看着家 总算还有点良心 打算什么时候走 啊 你别想撵我走啊 我还没带够呢 再说了 就你现在这个情况 我是更不可能离开你的 从今以后我要 寸步不离 我说了 是 真大跑 人已经回来了 看情况不是太好 过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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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 你回来了 这是干嘛呀 再好的故事 都有落幕的时候 看戏的人都散了 我们还演什么呢 我对你不只是演戏 我的心意你应该明白 何总 我想放一个假 你不是刚放完假回来吗 看你的气色 应该恢复得不错 不够 我想放一个长假 要知道 观众的记忆都是短暂的 忘掉一个明星的速度 比忘掉手机号码还要快 为了不被他们忘掉 你宁可看着我死掉 没有那么严重 欣然 为了我们的事 也克服一下 你仍然不明白我的痛苦 也是 白天不懂夜的黑 何时 我现在的情绪 不是我自己能掌控得了的 我知道 你讨厌那些偷拍的人 没问题我给你多拍两个保镖 让陆飞他们二十四小时保护你 以后再也不受这种骚扰好不好 保镖 你知道什么叫治标不治本吗 让我焦虑的 不只是那几个偷拍镜头 而是这份工作的本身 我明白 你压力大承担了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放弃这个节目 台里和投资人 现在真的对你 有点看法 但这都是暂时的 只要你能够控制好 这些小情绪 尽早回归 他们一定会再次拥抱你的 门口那两张美女画不错 一左一右 左右门神吉利 去拥抱他们吧 你别看那幻儿 你看这幅画啊 既然 既然 上 别上 感谢各位老少爷们 这些天的努力 今天呢 是斩家包开业的第一天 希望大家打起精神 闯一个开门哄 有没有信心 有 展爷 行事喜元啊 就给我踏实啊 后厨谁也不许教练吧 罢好了吗 开心啊 快点啊 好嘞 陈总 来了 陈总 陈总 最近的展望幼儿园 这边请 这是我们展狗为您留的座位 请坐 好自备的感觉啊 本来以为你们开业没人来呢 想不到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 幸亏给我留位子了 要不然我都没在座 展爷不是在节目上露了一手吗 所以好多人都是穿他手艺来的 小展老板呢 里边呢 来 来 一号会员刚刚出了肩包 小心烫汁烫嘴 请您慢用 这么珍贵的一号肩包 不拍照等于没吃 快快快快 真棒 人宝 帮我拍一张 来 你跳 好 一二三 好了 自己看这小一号 老板 是不是给咱们一号会员 提供尊贵的喂饭服务啊 是吗 只要你们愿意接受这种刺激 我看可以吗 看我 对对对 一号会员已经长大了 可以紧持 等一下 等一下 煎包和牛肉粉丝汤更配哦 你要不要去 给上一个牛肉粉丝汤 得嘞 得得得得 你亲自去 得嘞 弟弟 弟弟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皮呢 谁让我找过来 过来 我借你啊 把弟弟拴好 这儿到处都是电线 万一漏电 后果不开设想 别介意啊 我只是为了你弟弟生命安全着想 谢谢啊 不必 恭喜你啊 听说你明天要录新节目了 谢谢 不必 弟弟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某些人录那节目那么老土 有人看吗 有没有人看 播了就知道 其实啊 你节目里所谓那些漂亮宝贝 都是何时未来想做那些女团 你说你忙活了大半天 就是给人做了个大广告而已 那我怎么样 不怎样啊 就是觉得无聊呗 没意思 你觉得没意思啊 好啊 我跟何时建议一下 让女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抱挑狗 会不会更好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东施笑品呢 我更知道丑人多作怪 很好啊 那说明你还算了解你自己 再见 西施小姐 走 走 妈呢姐姐 你哪儿钻出来的 吓死我了 差点撞死你 好 新做的吴美还满意吗 何总 漂亮宝贝 是为了捧你未来要做的女子团体 是吗 你听谁说的 回答我 没错 你先签下几个女孩 利用节目炒她们的人气 不管她们的表现如何 她们的排名都是非常靠前的 这样节目结束之后 你只关把你牵的这几个女孩 组成小麦的女团 推到市场你就赚钱 去这个套路吗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啊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不觉得错了吗 你还说得这么坦然 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畅哥 背后的这些事情 不需要你来操心哪 那些怀说是希望 来报名的女孩呢 她们的梦想呢 在你这儿什么都不算是吗 你不觉得应该平等对待吗 你干吗跟展大鹏说一样的话 一股上个世纪的沉浮气息 别管别人 安心做好你想要的不就完了吗 听我的安排 决赛的时候 前台还用虚拟人像 你在后台尽情地发挥 享受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多好啊 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想过 让我上台 虚拟人像的新鲜度还在 这就是观众最想看的呀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只做网络 你可以尺度更大 玩得更嗨啊 当然了我也很想让你上台 只是你自己说你应付不来呀 我也怕你在台上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不好交代 我要对资本负责 资本资本 你门脑子就只有资本的游戏 你先是利用斩刀斩大鹏放弃人 现在又来利用我是吗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了 我们现在是利益的共同体 一条船上的啊 是你骗我上这条船的 你利用我在我的节目跟我签了约 然后塞给我我不想做 而你想做的节目 我告诉你啊 漂亮宝贝这种节目 是任何玩剩下的 没有人会愿意看 漂亮宝贝是本土的 是本地网友票选出来的 一定会有人看 你相信我的判断好吗 可他并不是我想做的 做节目是为了观众 我们要有服务观众的意识 再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做一档只属于我们俩的节目 证明我们不需要展大鹏 不需要方世言 只要我们俩就可以了 那种功利的节目 背离了我的初衷 对不起 何总 我不做了 诚哥 别学方信然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 别跟我来这套 演不下去了 穿不下去了是吗 何时啊 你照照镜子 看看你现在这张脸 讨厌至极 满脸只有一个子钱 为什么要比试钱呢你 我比试的是你 离开我 你连现在的机会都没有 好 展颜 我考虑了 以后关门的时间不能太早 晚上营业时间还得延长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业绩就能增增往上升 你呀 你你你就是想把我给累死 谁说我不心疼你的 我的资格 这是我的长期规划 你这句话 你就是见钱眼看 我跟你说你比资本家还狠 现在就给我扣帽子了 我告诉你帽子太大 我头太小 戴不上 哥 嗯 很久没见你这样了 哥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你看 小赵的店也开起来了 你也放心了 那就该听大夫的 去做你的手术 等你身体好了之后 咱们太阳余了还能继续 这是什么 行 不 不 这 我们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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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00000一号会员 亲自立临展家包品尝去了 多大的领导我还立 我这种姿色的美女 让她们小间转一转 就要带来多少声音 我跟你说 展爷那手艺真不是盖的 明天一起去啊 我不去 谁跟我说 跟他们老展家亲的 都快成一家人了 热过去这么快就过去了 爱的暖流断电了 你怎么那么多坏啊 我说我不想去 是因为我又不是没有吃过 跟你说老展家他们仨 这爷们儿真挺逗的 各有各的气魄 看着不像一家人 仔细琢磨吧 又必须是一家人 贵人 全都是贵人 不全是 展爷跟展昭还好 老头 妇女之友 展昭标准的如风少年啊 这个展大鹏确实有点奇怪 对 就是他就是很怪 对我爱搭不理的 前两天跟我说什么 以后没叫你别来往这小弯跑 一个大姑娘家的 别那么随便 真这么说你吗 要有人这么说我直接杀了他 所以我才不想去 我不要见他 不想见 不想见还买人家的书 见字如面吗 什么见字如面啊 又不是写信 我就是买了 要没看 我 我就不惜地看我 你小话不说他们家人了 那个 我跟你说一下啊 我 不再小卖网干了 你不是说马上要有自己的节目了吗 飞翼也 在那儿根本做不了自己的节目 合适就是拿我临时顶替方欣然而已 好吗 我支持你 不开心咱就辞职 多棒的一个决定呢 找着下家没有啊 没有 冲动 不成熟 太不理智了 不过我喜欢 做人就应该这么随心 谁能配得上 像你那样随心而活呀 安安安宝宝不开心 想去天涯海角没人的地方 可别瞎说呀 天涯海角那是人山人海 角都没这叉的风景区啊 人可多了 对 接吧 说我不在家 去哪了 不知道 哈啰 欣然啊 不不不 我是新人姑娘 欣然还没回来吗 没有 去哪儿的也不知道 一直都没回来 而且还关机 要不然 你上来等会儿 好 没用了 谢谢 好 再见 贺总 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 要不我去买点呢 行了 都躲着我 没你门我还做不成个节目 你开玩笑 喂 刘薇啊 有个事跟你商量 当然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红到发紫的机会啊 做漂亮宝贝 有兴趣吗 你看看你啊 人家首席在楼下等着你都不见 还有啊 你让你姐姐这么诚实的一个人 跟着你一起去骗人 你看我都紧张得浑身冒汗了 我都手 手都一直在抖啊 没事 广华说习惯了就好了 你你你你 不必惊讶 没错 是展大旁的书 不不不不 钻戒呢 你的钻戒 还给他了 怎么还给他了呢 你不是都已经答应他了吗 你怎么会 你知道吗 你这种行为叫毁婚 这本来就是个游戏 游戏了 怎么会是游戏呢 我觉得这个何总对你多好呀 那么上心 还屈尊大驾在门外去等着你 你怎么忍心啊 姐 你是不是该接着练了 对对对 逗你玩呢 我今天白天已经练过了 超合完成任务 那你就去看你喜欢的综艺节目 让我安静地看会儿说 好吗 不不不 我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 把你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要不然 记得 那是太阳娱乐文化 刚创办不久的一次采访 欣然不小心摆上了脚 你不要 你怎么了 鞋盔断了怎么办啊 我没带备用的鞋子 没事 反正一会儿呢 你是坐着采访 你就摆个姿势就行 我怕我坚持不了这么久 要不这样吧皮卡 你回去帮我取双鞋子 好 别别别 摆不及了 能把李总请到挺不容易的 不能因为咱们的事给耽误了 那 要不我坚持一下吧 她就这样 带着沙武坚持了下来 从那一刻起 我相信 她一定会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主持人 你不能老呗 他不是故障 他都在想 你不能老呗 你不能老呗 你不能尽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啊 这儿有人 我在等 除了我 你还在等别人吗 我以为这是个电站片呢 来了个女特工啊 你怎么坐这儿啊 那么多人 这儿多好啊 空气阳光多棒啊 人太多了 危险 换个地方吧 走这儿吧 你喜欢阴暗啊 不 昏暗的地方 服务员 给我杯咖啡 给她杯柠檬水 谢谢 别别别别 别咖啡了 你姐姐说你天天睡不着觉 两杯柠檬水 行了 没人了 摘了吧女特工 听说前一段时间去的趟马带 感觉怎么样了 大鹏 你的书我看了 你的文字 带出了我很多的 回忆 昨天一晚上 我们过去一起做的那些事情 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历历在目 那画面好像蒙上了一层 很好看的滤镜 那段时间那么苦那么累 每天跟打仗一样的 想想 还那么美 你能这么说 我很高兴 我喜欢您的书 其实我当时写那回话 没想到出发 可真要到出的时候吧 我信你一切 本来我想呢 删掉一些账截 因为毕竟我们俩 谢谢你记录下来了 替我们 这很珍贵 谢谢你的大胆 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真把我当成陌生人了吗 展大鹏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脑袋里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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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